国民党格时院院长罗志强推动还我公投行动 来到了国民党花莲县党部举办夜台开奖 罗志强表示环岛连数行动 他强调民进党长期推动公投 但是当公投结果不利 利盈的时候就阉割公投 他希望大家用选票找回公民应有的权利 公投权 不应该被民进党给剥夺 罗志强接投开奖 环岛连数行动 2号下午来到国民党花莲县党部 罗志强表示他是花莲人 能够回到互乡来开奖心情特别的好 并且也对于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猪牛进口问题 认为当初民进党反对的贸易政策 为何换了人之后却打开门户 时空是原刀就出 时空环境不同 奇怪了 台湾的人是变得是怎么样 更加有所谓的抗毒能力了吗 时空环境哪里不同了 哪里不同了 然后第二个我要他 就是连数我们的公投榜大选的公投连数数 他当然就躲起 不但躲起来把高雄市政府的大门关起 真的是骑警知道吗 也不过我就骑个摩托车下去就把他吓成这样 有需要吗 说要主张公投榜大选 是谁的主张 也是你陈其迈的主张 我拿你的主张来帮助你实现 我是不是在帮他 对不对 吓到大门关起来 那我当然就说 我就骂了 为什么 我也是台北市议员 三个高雄市议员被挡在高雄市政府门口 大门关起来不准进去 有这种政府吗 罗志强说他还倒拼联署 发动真公投行动 绿营就希望公投跟大选才开 实质上就是希望作废公投 他也说新任高雄市长陈清迈 还说公投榜大选是世界趋势 但当选后诺言变成肺言 所以到高雄时 他也拿着联署书去市政府拜访陈清迈 欢迎陈清迈加入 却被市政府挡在门外 他邀请陈清迈一起实现公投榜大选的理想 记者林杰花林市采访报道